嗨,欢迎收看《谈秘未知世界》,我是羊羊 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其他生命的话,那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呢? 相信说到这样一个问题,不少小伙伴心中第一时间蹦出来的就是科技爆炸,身体超能的外星人 因为他们的科技超出了我们太多了,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他们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,或许存在这样一个星球,它的环境条件跟地球相似 但是生命之时处于一个萌芽状态,生命活动的特征还过于微小,因此还没被我们发现 如果人类真的发现了这样一个星球,我们会做些什么呢? 事实上,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宇宙范围内,出现文明进程与我们相似的星球的几率 真的可以算得上是微乎其微了 因为如果科技水平和观察水平相近的话,我们或许早就相互发现并互通往来了 因此啊,这就不纳入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了 各位小伙伴想想,如果你是一个宇航员 现在你准备登陆一个只有低等植物或者只有小型动物的星球 你会选择直接占领它,还是选择尊重这里的生物 只是作为旁观者进行观察呢? 相信这个问题会问到很多人 作为一个人,我们或许大部分会选择尊重这个星球自身的发展 和这些生物生存的权利,选择我们不占领这个星球 但作为生物上的竞争者,弱咒强食 或许也是这个宇宙之内的生存法则 并没有那么多的道理可言 大家都是为了繁衍和发展 如果条件合适,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进行开发和移民 直接改变了整个星球的生命史 其实不管是选择哪一项,都是各有各的道理 但不知道大家会选择哪个选项呢? 欢迎关注探秘未知世界 并在留言区留言并说出你的理由 我们下期再见啦